你好 我是李诺亚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老中新闻 湾区部分土地正在下沉 包括旧金山国际机场在内 如果海平面升高 湾区有许多地方可能面临严重洪灾 美国科学先端期刊 刊登最新研究报告 湾区比现行急难地图和气候变迁模型的预测 更容易闹水灾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学者 根据卫星测量获得的数据发现 湾区大部分地区 正在以每年两厘米的速度下沉当中 部分过去盖的垃圾掩埋场 地面下沉速度甚至高达10倍 盖在垃圾掩埋场上方的旧金山国际机场 就是其中之一 科学家预测到了2100年 旧金山机场的半数跑道和滑行道 都会沉到水面下 新闻继续来看另外一份同样和湾区相关的研究报告 您觉得住在湾区快乐吗 理财网站Wallahub针对全美国超过180个大城市的快乐程度进行调查 结果东湾的Fremont拥夺冠军 南湾的San Jose拿下季军 调查还显示Fremont的夫妻分居和离婚率在全美国排名最低 除了Fremont和San Jose 湾区还有三个城市进入前25名 旧金山排名第11 奥克兰排名第18 Santa Rosa排名第22 Wallahub的这项调查标准是根据居民的情绪 身体健康收入就业和社区环境等做出统计 尽管湾区人的工作和生活压力都很大 但是良好的天气形态让湾区人心情开朗 这也是有许多湾区城市上榜的主要原因 不过值得关心的是 尽管San Jose是在最快乐城市排行榜中名列第三 但是San Jose居民的忧郁发生率同样名列前茅 在全美国排名第七 自杀率在全美国排名第十 最让San Jose居民喘不过气的应该是可怕的高房价了 租金网站Zumper的网页上 有一间位于San Jose市中心占地1800平方尺的三房公寓 月租已经夸张到一个月要6950美元 在San Jose三房卧房三间卧房的公寓平均月租要3400元 这间月租将近7000美元的公寓 据说拥有超棒的景观 还有游泳池健身中心和宽阔的活动空间 感谢收看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